要神斷又神斷 要唱腔又唱腔 客家戏歌仔戏金剧同台标系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从12个剧团中拉拔14位新秀 他们将成为传统戏剧界最闪荡的绝 他们剧团的梁芳玉 吴明珍或者是像客家彩查剧团的吴代珍 都是因为他们是青年辅导录团的 这个团圆计划里面的成员 那未来他们就是要成为明日之星 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他能够来这里当主演 这场新秀舞台活动 从10月19号到10月5号展开 广要各类剧团一起拼戏 买一张票看两种戏 让观众彼此切磋激荡火花 都希望他们能够同台竞技 所以我们每一场的演出 不会是单一剧种 所以有客家可能就会搭配歌子戏 京剧搭配客家戏 世代交替 传统戏剧也面临断层 新秀舞台办到第七届 就是为了让新世代有出头的机会 就是以前的那个 我们的学习过程 跟现在的年轻人的学习的过程 其实是有很不一样的 像右边的吴明珍呢 他是毕业于我们的戏曲学院 那梁芳芸呢更特别 他从小的时候 他就参加我们剧团的演习班 乱气势不输老前辈 覆盖在农庄之下 梁芳芸才26岁 年纪轻轻已经独当一面 但台上风光 台下吞泪吃苦可一点也没少过 因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对于一些 他们之前在学校 可能念了十几年的功 对我来讲 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那练习的过程中 虽然有时候会遭受很大挫折 掉泪 其实他都没有讲 其实都偷偷地哭 精致的浮化道具 层次分明的历史底蕴 想鼓励传统文化 就走进台湾戏剧中心 看戏品文化 带新闻 王以前 张略嘉 台北报道